大体委跟体操协会体操管理中心是认可这两个人的 认为这两个人能处理好桑兰的事 何必处理好呢 包括尽可能不让桑兰跟美国记者做过多接触 不要桑兰更多的面对媒体 让桑兰一定要说一些符合我们主旋律的话 那么桑兰那个时候 很怕这个事情一个中国运动员出现意外了 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不好的影响 同时也考虑和美国之间的这种关系 甚至有人把它上升到政治的高度 比方说当时说赔偿这个事 哎呀人家那边给遇关怀了 就不要把事情弄得很大了 当时很多人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因为这个事闹大了的话 比方说假如和美国那方纠缠来纠缠去 这个事情扩大了 很可能相关的负责人回到国内会受到处罚 怎么搞的 在美国弄出这么大事来 怎么在呢 造成这么坏的影响 所以相关的负责人 他不希望这个事搞大 你包括像医疗保险这个事情 都是 当时桑兰自己后来在微博里边 曾经说出了当初 对这种处理状况的不满 可是那只他才17岁 咱们知道中国的运动员 没念过几条书 直接进堆里 他懂什么呀 现在咱们这个堆里的运动员 17岁的 我估计他对这个社会的认知 可能连13、14岁孩子都不如 一直以来 体操运动员因受伤导致终身残疾 甚至被夺取了年轻的生命的案例 一直都有发生 本身体操这样的项目就存在着很高的风险 再加上这些队员们年轻 法律一时淡薄 才会发生现在这种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现状 这就我们举国体制培养运动员的弊病 那是桑兰两眼一眼什么都不知道 父母赶到美国去了 可是咱们相关的管理机构 已经指定刘国生 谢小洪两个人做他的监护人 什么都他处理 那么为什么说桑兰现在 说你要说 告美国那个两个机构加保险公司 这当初由我们体制能部门不作为的嫌疑 可是桑兰没法直接告我们的体制能部门 就像我们现在社会好多关系 一些官司 你明知道是哪个单位给你造成的伤害 你没法告他 他宅得干干净净的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 刘国生谢小洪两个人 作为你桑兰的职业监护人 按照美国法律规定 你监护人必须要维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 你为什么没有申请这种赔偿 难道仅仅就一直不完善的保险合同就完了吗 因为这种事对运动员一生带来损害这么大 可桑兰确实没有拿到友好运动会 机构的一分钱赔偿 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更别说回到国内 咱们运动员的保障机制还不完善吗 所以桑兰的当时的生活 是依靠一些好心人的资助 和以前他有一些名气 然后呢 挣了一点钱 根本跟这种补偿没有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 就说明你职业监护人不作为 所以桑兰告的是什么 告的是监护人不作为 吴国生谢小洪夫妇在桑兰受伤之后 长达十个月的时间内 担任起桑兰的监护人 这对夫妇与桑兰长期以来 给人以感情机位融洽的印象 桑兰这一次 居然将自己曾经的监护人 告上法庭 着实让很多中国人难以接受 而按照有关人士的解读 桑兰明告监护人员 其实暗有所指 虽然这两个人桑兰承认 对他自己也都挺好 但是如果你不告这俩人 你告谁去 只有告他俩 才能把背后委托他俩 做职业监护人这一方 能够带出来 或许会起到敲山镇虎的作用 我们也知道桑兰在国内生活 他怎么能有办法直接 我就去告体育总局 我告当年提委 他当年他有过这想法 就在六七年前吧 为什么他后来又作用不行 他当年的教练 一些领导还在位 现在他的教练领导 好多都退了 退了以后 你相关机构不能管了吧 你说封口 不要你说话 有可能出来给桑兰作证 有可能把当年 我们不知道的一些 扑朔迷离的事实 再度还原出来 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桑兰为什么要告 刘国生和谢小洪夫妇 我想这背后有这个声音 何况这两个人 跟中国体育官方机构之间 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现在他们在网上有的说 回击这回击那 我不如让这两个人站出来 说说当初为什么 咱们这个当年的国家体委 委托你们两个到监护上 把这个事说清楚了 而且当初处理这个事情 为什么桑兰没有拿到 运动会的一分钱赔偿 这是为什么 到底这个责任谁来负 可是后来我们看回到国内 又是阳哥又是戏的 桑兰也 这积极配合啊 我这就努力分尽 我怎么在各方面先爱心 队友来看 哎呀那简直非常和谐 你看 可是我们也知道 好多事情 如果你不拿起 法律的武器维权的话 很多那种短暂的关照 是靠不住的 正如咱们古诗诗诗说 武谢歌台风流总被 雨打风吹去 就说你再有名 当时再获得更多人 对你的关注和爱心 可是当你热度降低的时候 冷下来的时候 马上人走 茶就凉 桑兰在这刚回到国内 什么人 甚至都民族英雄 坚强的小姑娘 给中国运动员 给中国人争气了 这个也来看 那个也来看 咱们当时国家提美 更是把桑兰捧成了一个典型 这不就典型我们那种报道思维吗 坏事变好事 本来这是很大的不幸 反而输了一个典型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不说相关的部门收获了荣誉 也收获了责任 我为他负责任了 很多人奉献了爱心 所以是场面搞得轰轰烈烈 还特感人 特温馨 我想这种所谓的感人温馨 不是构建在桑兰病痛的基础上吗 不就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了吗 所以当繁华过后 没多少人理桑兰了 桑兰后来在博客里爆料都说过 自己有时候对体育总局很寒心 他之后退役了 办理退役手艺之后 咱们体委的相关机构 就不再拿桑兰当自己人了 你比方说体操队搞个活动 春晚之类的活动 也不请桑兰回去了 而且呢 有一年桑兰当选清联委员 人家这个推荐表要去体育总局盖个章 是 桑兰那个时候不算体育总局人 可体育总局回答的比较冰冷 他不是我的人 我负责不了这个事 桑兰对于国家体操队在其受伤后12年 不问不问的事情曾在微博中提过 全国清联11届委员会将推荐表递到体育总局 要求单位盖章 机关党委打电话到体操中心 得到的回复是桑兰和我们没关系 听到这样的话 我们的心凉了一半 虽然我的人事关系在浙江 但就这一句话我的心很寒 就算我不能成为全国清联委员 我也不要这种单位替我盖章 桑兰的另一条微博还提到 从我受伤到现在没有再次踏进场馆的经历 我在北京生活了12年 每年的体操队春晚都没有人邀请我 难道是我架子大 前些年王军副局长来看望我 要求体操队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春晚 我才有幸回了一次体操队 言语中厚护着对中国体操队的不满 桑兰当时心里觉得很寒心 就自己仿佛为了所谓国家荣誉 奉献了自己的这种身体 可是回过头没有得到该有这种温暖 这点事情我绝对认为 我们的体育智能部门做的是有亏欠 比方说董方肖那个事 2000年西尼奥运会 咱们女子体操团体同牌 董方肖改年龄 最后被取消了 同牌被收回了 你看这个事在媒体不早不早 觉得丢人 但这百分之百是真实的 确实改年龄了 可是你看事情一出来 倒霉的是董方肖 连到海外找工作都不好找来 咱们相关智能部门呢 啊是个人行为 我们没有事 我怎么就不信这是个人行为呢 那么一个孩子 当时改年龄这个事 参加国际比赛 他个人做得了主吗 他个人服得了责任吗 我们相关职能部门 在收获了运动员 给他带来荣誉的同时 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把责任闯 往运动员身上一推 也就是说 运动员把荣誉献给了集体 把伤痛和一些肮脏的东西 留给了自己来 这非常不合理 恐怕在桑兰这个问题上 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 有时候做的也不是很到位 所以桑兰经过了这些年 他在无数个病痛的日日夜夜里 他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究竟是什么人 打着关心自己的旗号 把这个事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自己受了这么些年 病痛的折磨 应不应该给自己 讨回一个名义上的公道呢 这时候桑兰也想明白了一件事 所谓某某机构的关心 所谓某某个人的奉献爱心 所谓某某组织对自己的关怀 恐怕这一切都是短暂的 都无法取代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不如这个来的踏实跟可靠 所以我想桑兰也是用若干年的这种病痛 兜了13年一个大圈 想明白了这个道理 就说刚才所有那些鲜花荣誉 都没有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来的更加实在 随着跨国维权官司 闹得越来越沸沸扬扬 今年5月5号 桑兰在面对东方时空记者的采访时表示 现在自己遭受了舆论强大的压力 心里很难受 但是自己想继续走下去 不在乎结果 只为讨一个说法 那么说到这儿呢 有的观众朋友会说呀 既然你说他这个官司里边 存在着这么多的猫腻和奥妙 那么桑兰这官司是输是赢呢 我跟大家说实在 输赢并不重要 而且他也不大可能赢 前面我们讲的那些追诉期呀 标题额的问题呀 跟包演公司签的合同啊 更主要的这两个监护人 当时确实是你桑兰也同意了 别看17岁 你也签了字了 这是自个儿的监护人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再去诉讼的话 不大可能最后获胜 可是问题是 在法院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 能看出很多问题 比方说你作为被告 刘国生 谢小红夫妇得出席吧 那么谁委托你们当的监护人呢 怎么监护的桑兰呢 为什么只搞了一个 什么桑兰只有基金 接受慈善捐赠 没有直接理直气壮的申请赔偿呢 没有跟这个医疗机构 跟保险机构 直接打着官司 当时就把这些隐患都解决了呢 那这些事你总要在法庭上说个一清二楚吧 那么我们说 要想把这些事在法庭说个一清二楚 恐怕远在我们这边中国大陆的 国家体育总局的相关部门 是摘不清关联的 他们也要站出来 或者作证 或者辩护 那么这一下 有可能是真相大白于天下 有可能使桑兰十多年来 委屈在心里当中的某种东西 能够得到释放 能够让大家看到 这个扑朔迷离事件背后的 我们想要了解的一些真实的东西 作为事件的主人公 桑兰此前并未公开露面 向外界更多发表声明的是 他的经纪人黄健 和聘请的美国律师海明 近日他发表声明 我也知道网上有不少网友在攻击我 恕我忘恩负义 恕我脸才十八亿如何如何 但是我什么也不想说 还是让法律去裁定吧 对于弄员的负责任 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方式 难道仅仅是给国家 给机构 给集体奉献了荣誉之后 然后就一切繁华归于平静吗 然后遇到所有问题的时候 都把个人的利益 指于最低层吗 只要一种所谓集体的利益 甚至集体展示平安 过境的这样一种状态 这肯定不是我们这个社会 对现在以人为本类概念的理解 这话 所以我觉得在将来 如果我们可以拿桑兰 这次诉讼的事 能够获取一定的经验的话 恐怕对未来 中国体育的运动员就关